高雄台旅秀泰影城金船歇业 售票柜台已经被木板全部封起来 这样做的是台旅营业方 他们说秀泰影城欠了太多钱 所以接管 台旅表示除了欠钱 接获太多客宿 包含厕所坏了整排没有修 电影看到一半突然消失 频频出包 对比两年前11月刚开幕 是高雄第一家秀泰影城 推出100元电影票大牌长龙 杜比全景深影厅 两年不到却是这样收场 生意也都没有很好 然后常常就不小心就包场 因为这天台旅本来就没有人来 而且高雄附近太多电影园了 台旅秀泰突然歇业 大部分人不意外 看看除了这里 大力百货硬巴就影城 大圆百威秀 总图喜乐时代影城 末时代新开的 也是秀泰影城 全盛时期三公里内 有五家影城聚集 那个数千万元 是他们自行计算的 违约金还有利息 那这个部分都是 完全违反比例原则 而且违反合约精神 第一月之后就应对他提出 如果他不愿意接受 我们条件 我们会终止合约 主要是片面宣布他要解约 而且接管 对于台旅的接管 秀泰影城表示与事实不符 台旅的人潮少 与对方还在协商 却被单方面的解约 也搜证不排除 要走法律途径 影城金船 协业的原因 两造双方各有说法 还有得吵 三雄好大为鼓先 高雄报道